歡迎回到可從的愛美食尚之 那我相信大家已經感受到BB霜的熱潮了 不僅說是從亞洲一直風行到美國 那現在不只說是開架、專櫃 幾乎各大品牌都推出他們的BB Cream商品 那今天我們就要為大家來比較三款BB Cream 看看他們在防有還有防水的測試上面表現如何 首先我們要看到的是我右手邊的這一瓶Cranier 這一瓶雖然是美國第一瓶開架式的BB Cream 它非常的便宜 大概只要12塊錢左右 有SPF15的防曬係數 然後有兩個顏色可以選擇 中間這瓶大家可以看到應該是非常耳熟能詳的 韓國第一大美妝品牌MISSHA 他們的經典BB霜也是有兩個顏色可以選擇 那這一瓶的Size少一點是因為它是迷你包裝 它的防曬係數是SPF25 那第三個則是好萊塢的知名品牌Smashbox 他們推出的BB Cream SPF35的防曬係數 算是這三個上面最高了 而且它的顏色選擇也多達五整 我算是選擇比較豐富的 不過BB霜一開始推出來的時候 它是強調說一種產品就可以適合很多人 但是到了美國這邊可能因為膚色的差異真的太大 他們必須要對市場做出一些調整 所以產品的顏色選擇也就越來越多 那我們今天就來測試看看這些產品的表現如何 首先呢我要想要測試的是這些產品到底油不油 要怎麼測試呢 利用像這個樣子的吸油面紙 它其實不算是紙 它其實是一個吸油的薄膜 它有多好用呢 我可以測試給你看 因為這種吸油薄膜 它只吸油不吸水 我們測試 你看我把它放到水裡面去喔 整張鏡進去 拿起來 你可以看到它完全沒有變色 我們知道如果吸油面紙 它如果吸到油它會變透明 但是你看水分完全沒有吸住 然後完全沒有變色 但是如果你等一下看看 如果它有油分的話 它就會變成透明色的 那這個小實驗是要證實 它真的是完全不吸水的 那首先呢我就把這個產品 擠一些些在這個吸油薄膜上面 然後等一下呢 看看有多少油滲出來喔 每一個大概都是擠這樣一小坨 你可以看到質地也有一點點不一樣喔 Mischa這個很明顯的 比Granier的還要再濕潤一點點 Smashbox這個也是比較偏向窗狀的 我們就讓它這邊稍微等一下 等一下看看它的吸油表現如何 同時之間呢 我們來說它防水的實驗喔 看看它在夏天可不可以耐得住高溫的汗水喔 桌子上這上面水它其實是溫水 那裡面我有加了一些鹽 你可以看到可能底部有一點點小小的顆粒 現在呢我們把這些攪拌一下 這樣那鹽分就溶解的差不多了 那我一樣要做的就是把產品呢 倒到這個水裡面去 然後攪拌一下 看它的表現如何 如果它的防水能力是不錯 或是說抗汗水能力是不錯的 那我們的水呢 應該會很清澈 相反的如果它對於防水能力不是很好 那水可能就會很混濁囉 那我們就是首先來測試的是Granier的 擠一點點在水裡面 你可以看到它擠下去完全變成一條非常固體的樣子喔 然後呢來擠Misha的 也是一樣變成一條非常堅固的固體 然後呢是Smashbox 這個產品好像比較輕喔 一開始是先在表面浮一下 然後再掉下去的 接下來呢就是要來攪拌看看它們 對於汗水的能力到底如何囉 我們攪拌一下 Granier這個好像還不錯喔 你可以看到就是 只有一點點的混濁 然後呢產品變成就是一塊一塊的 並沒有太大的怎麼說呢 溶解的現象一點點而已 接下來呢這個第二個是Misha的產品 我們看看它對汗水的防禦程度是如何 大家可以看到我一攪喔 它其實不太好攪動 而且有一些就是黏在杯底了 那它變成很細很細很細的碎碎 但是整個水呢 基本上還是很清澈的喔 最後我們來看這產品裡面最貴的Smashbox 它的表現如何 它的質地呢比較輕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 顏色呢它其實變得最混濁的喔 不過呢大致上還是沒有說溶解了很多喔 還是你可以看到一些小塊塊 只是呢如果你看這三杯水的顏色表現喔 這是 Smashbox 這是Misha 這是Garnier 它的顏色是最混濁的 所以以抗汗水的程度來說呢 我們可能要說Misha這個是韓系的商品喔 是最優秀的 然後呢是Garnier還可以接受 雖然說呢有一些些混濁不過呢沒有很嚴重 但是Smashbox 你可以看到它的水完全變成混濁狀的喔 那接下來呢我們再看看剛才的吸油面子測試 三家的表現是如何呢 Garnier的這個呢 我們用攪拌飯去塗它一下 它完全沒有油分 你可以看到完全沒有變色的樣子喔 所以呢算是非常清爽完全沒有油分的 那Misha的這個呢 你可以看到其實它周圍已經現出一點點油分了 所以說呢 吸油薄膜也開始變成透明的 這就是我說喔 剛才這個吸油薄膜如果它有油的話 它會變成透明的 我們可以拿起來給觀眾看它的背面 變成透明的像這個樣子 那表示說呢 它是有一點油分的存在喔 那第三個呢 也就是Smashbox 也是沒什麼反應 我們一樣用攪拌幫我來塗抹一下 看它反應是如何 也是一點油分都沒有 你可以看到完全沒有變色的痕跡 完全就是吸油薄膜還是原本的顏色 所以說你看到三個吸油薄膜上的表現喔 其實呢 Garnier跟Smashbox表現都是差不多的 它們都沒有什麼油分 然後呢 Misha這個反而是有一點油分 相反的來說呢 在防水的方面 因為Misha的產品有一點點油分 所以它防水效果比較好 但是Garnier跟Smashbox兩個在防水就沒有那麼好了 如果說我要推薦的話呢 我覺得說如果也是油性皮膚又很容易流汗的話呢 或許呢 可以嘗試看看Garnier的這一瓶 然後呢 如果說你是乾性肌膚 但是又常常說怕流汗啊 或者說你在戶外天氣很熱 不妨可以考慮看看Misha這一瓶 那Smashbox這一瓶看起來呢 它是完全沒有油分也是非常清爽的 只是你在使用如果說容易流汗的話 可能比較不適合 但是呢 那Smashbox這一個不要忘記它的顏色選擇是這一多了 那如何對抗汗水呢 多補妝就可以啦 那今天的Beauty Love為大家 比較了三種市面上還蠻常見的BB霜的產品 在它們抗油還有抗汗水的表現各有不同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哪一瓶呢 那今天的節目就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囉 如果你對我們節目有任何意見 或者是想看以前的影片呢 歡迎上我們的網站 KBJournal.com上面有 還有不要忘了在微博上關注我們喔 我們下次再見了 掰掰